作词 作词 作曲 刘词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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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制作 刘词 别躲了,出来吧 为什么要鬼鬼祟祟地跟着我 跟着你?我没跟着你啊 那你走吧 老头啊 我想请您帮我算算命 我叫赖姑子 这以前呢 我也是在大户人家当差 可这些年 我是一点都不走运 您瞧 如今 我都沦落成教化子了 哎呀 这走在街上 不是被这踹两脚 就让那个骂一顿 我简直是倒霉扣了我 不过 现在这个祠堂的 就是长官呀 他看上我了 您瞧 这军帽啊 就是他赏给我的 我琢磨这 这是不是从今往后 我这好运就来了 哎 所以呢 我想让您帮我算一算 看我 以后是能升官呢 还是能发财呀 哎呦 快你倒是说话了 哎呦妈呀 哎呀 哎呀疼死我了 哎呦你赶快松手啊 你这是想要我的命呢呀 不是要你的命 是救你的命 啊 救我的命 哎呦 你的脉象内伤久病 阴血衰少 阳气不足 虚阳外浮 视为危症 就是凶险 凶险 你可别吓我啊 你厄运缠身 凶险不断 只因你是个无德之人 要是你不思悔改 更多的灾祸还在后面 你 你胡说啊你 有你吧 上天入地 随你自便 妈的 竟敢咒我 呸 他们一看就是个妖草 呸 呸 哎 咱们把象征一个人 搁在山洞里 能行吗 我感觉 总比让他住在咱们村 安全些吧 哦 从明天开始 咱们俩轮流给他送饭 行吗 嗯 哦 还有 我得赶紧给他送床被子 二位师主 啊 公道士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哦 对了 有件事我还一直想问你呢 我已经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了 所以就别问了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多想想以后 哦 明天是初十 你师主别忘了把女儿送到叶老夫人那儿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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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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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都 到底下里大跳啊 哎 你这一天被下个大跳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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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电报发的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啊 团队 我们现在已经有线索了 只要给点时间 只要给点时间 我们就可以把洪水的兵 你亲自去跟军长解释 作为军人 只有胜负 不谈理由 是 那个姓罗的 我看也套不出什么话来了 明天一早 你把它送到县里 有个红军兵工厂的厂长 店底 也能为咱们下一步的计划 终取点时间 还愣着干什么 去准备准备吧 好 走吧 天地玄宗 万气之根 广修万劫 来 快 快 快 去吧 天主教人 去吧 是 快 姨妈 姨妈 什么事姨妈 这外头怎么这么牛啊 是这样姨妈 我们明天要把一个 凶罗的护肺压到城里 正在订老车呢 要拉出去是沙头啊 现在是民国了 不行说沙头 枪毙 好好 枪毙 枪毙 好 好 那你们去忙去吧 我呀 叫他们动静小一点 对 不要打扰您 我知道 放心吧姨妈 哎 快去 法师 他们有正事 声大了 我让他们小点声呢 您继续念吧 天地玄宗 万气之根 广修万劫 正五神童 我让你们去押送囚犯 没有让你们去打红军主力 你把这么多人都带走了 谁来保护祠堂 谁来保护咱们的枪支弹药和鸡养 难道是我吗 报告团座 不多带点人的话 我怕保证不了囚犯的安全 囚犯的安全 我看你是在保护你自己的安全吧 你为什么不把整个团人都带走 团座 我跟你打了那么多年仗 就算面对红军主力的时候 我都没有怕过 你这么说我不服 不服 好 非常好 我就是对你太好了 让你忘了谁是你的主子 今天我要给你补上这一刻 来人哪 把他给我待下去 去吧 余排长 是 明天上午 你负责押韵 团座 你 你 你看我带 带 带多少人合适 一个半吧 啊 有问题吗 没 没有 解散 这 站着干嘛 接散 来 进来 谁啊 进来 谁呀 谁呀 您好 我来喝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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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慢走啊 谢谢啊 马掌柜 马掌柜 帮我看看 这上面写的什么 明天他们要押老罗去省城 什么 那老罗要是押到省城 咱们肯定没法救他了 这纸条从哪儿来的 今天一早我正在干活 听见门口有人敲门 我一出去没有人就看见他 这是谁在暗中帮咱们呢 我看未必是帮 我们现在没法确定 他是真是假 马掌柜 要是没有人帮咱 何必给纸条呢 这就蹊跷了 老罗被捕了这么多天 一定受了很多严刑扣大 但我相信 他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这姓孙的 从他嘴里撬不开半个字 他没有任何收获 就把老罗押送到省城 你们想想 姓孙的在上级面前 也显得太无能了吧 你的意思是说 送老罗去省城 是孙炳一放出来的假消息 对 我想 他们很有可能放出假消息来 这样呢 我们就会有所反应 只要我们一动 他们就有机可证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眼睁睁看着老罗 被他押走吗 马掌柜 要我说 一不做 二不休 咱们跟山上人联系 半路把他截了算 不行 如果送信人 也是这个目的 我们恰恰中了他们的奸计 你倒是拿个主意啊 玉霈 这事事关重大 你让老马好好想想吧 咋够的 要什么 拿包火钱 给钱 要打算大包我 得早说呀 不找 走好 马掌柜 有主意了吗 这件事啊 我还得斟酌斟酌 你就别斟酌了 玉霈 反正我不管 老罗一定要救 马掌柜 您也在这赶上伙食呢 是啊 真得人生病了 没人做饭 哎 咱们兄弟 最近挺清闲的 清闲什么呀 明天就得开麻了 哦 小二 来聊碗面 哎 莫不是洪匪又有什么新动向了 没什么新动向 就是朋友 别在这胡说 当心说丑罚 哎 哎 你不知道 这马老板 和我们段副官是朋友 是吧 马掌柜 可不是嘛 我跟你们段副官呀 这交情可不浅 我生病的时候 他还特意带着药去看我呢 哼 朋友 嗯 现在的人可说不准 谁知道谁肚子里是红的 还是白的 哈哈 这位兄弟说得也对呀 小二 我那怎么还没来呢 快点 老妈 快烂了 怎么样啊 看到消息没有啊 没有 不过他们越是密而不宣 这个消息 越有可能是真的 那咱们该给山上同志送消息了吧 是啊 但是这个消息 我们一定要保证它是真的 我呢 还得查查 查查他们有多少人去押送老路 我们一定要保证山上同志的安全 另外呢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只有再冒一次见 小妞儿 你怎么来了 你带我去祠堂 我 去祠堂干什么呀 找太太 谁送你来的 我 我自己 小妞儿 你带我去祠堂吃好吃的 是啊 你妈呢 妈妈说 别说她在外面啊 我老觉得那个道士怪怪的 说你把小妞儿送到那儿 你也不怕 她 怕什么 我不敢说 说吧 怕什么 你没听人家说 说有好多假道士 拿那个小孩 做那得到升天的引子 别瞎说了 我觉得那道士对小妞儿挺好的 每回我把她送到祠堂 小妞儿不都平平安的回来吗 再说了 小妞儿要是不进祠堂的话 咱们怎么才能打探出消息呢 这可真是舍不得孩子掏不着脑 别叨叨了 老说那些戳人心窝子的话 我这不是担心小妞儿吗 怕她有点什么事 我跟她说了 有什么事就喊妈妈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你今天才奇怪呢 这要搁你以往的脾气 早就冲进去跟那个道士问问 那条子到底是真的假的 你以为我不想啊 现在老罗的命 就攥在咱们的手里 不能再错了 快点 他们下来 快点 伯妈 伯妈 这伯好了 好 太好了 那我这就去 伯妈 伯妈 说话一定得来留心 万一让段庭露察觉到什么 他这个人 可是翻脸不认人了 放心吧 站住 麻烦你通报一下段掌官 就说我马掌柜有事求见 哦 段掌官今天不便见客 哎哟 您您就通报一下 我真的有事 啊 要不您看 这是点差借 哎 先收着 你就给通报一下 啊 你去通报一下段掌官 哎呀跟你说了不能见就是不能见 你呀三天以后再来吧 为什么呀 三天后再来三天后 为什么要等到三天后 这不是有事来了吗 你就是说一声 啊 啊 让我呀 啊 我们段掌官呐 被孙团做 关了三天进闭 啊 你呀 今天是见不着了 应该是再来咯 哦 哦 哦 谢谢老 老大 这是上哪儿啊 嘿嘿嘿 这小姑娘可真漂亮啊 这老道领个小姑娘这事可真新鲜 嘿嘿嘿 怎么着 这小姑娘 是用来做得到升天的药引子呢吧 啊 嘿嘿 怎么着 是争着吃还是煮着吃啊 到时候 别忘了也送我一碗 啊 让我也 沾沾你们这仙气嘛 哎哟嘛 哎呀 啊 不给就不给你 你干嘛咋人你 你这 你这臭包是你 娘娘 娘娘 走啊 哎走 我不去 哎 不是说好了去汽汤吃好吃了吗 我不去 她不去 她不去 妞妞 啊 妞妞 啊 啊 小妞 怎么了 啊 妞妞妈妈 怎么了 小妞妞 啊 我都是要吃我 我真的是还住的事 我害怕 好了小妞 我害怕 那是她吓唬你呢 走 妈妈带你进去 来 走啊小妞 你走不走 妞儿 走不走 快走 你带下来 走 你干什么呀你 你妞不哭啊 不哭不哭啊 你这男孩子啥气啊 妞儿不哭了不哭了啊 好了好了快 别哭了 不哭啊 熊云 要不然 你带小妞回家吧 我去看看 行 那你自己多小心点 好了好了啊 小心啊 走 不哭了啊 乖 你帅啊 走 法师啊 您上午急急忙忙的走了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老太太 我刚才突然有点不太舒服 回去熬了一口鲜水 哦 岗位法师 这鲜水是治什么病呢 啊 我这个鲜水 是我用了七七四十九天采集的无根汁水熬制而成 又加了些零花鲜草 当然是包治百病了 哦 哦 哦 发师啊 这些日子啊 我念经啊 也非常的卖力 起早贪黑的 精神也大不如以前了 您能不能把你那些鲜水啊 给我老太太一点 治一治 这又何难呢 只不过每个人的灵光和业障不同 熬这个鲜水的配方也不同 这样我改日翻盘黄历 给您掐算一下 再告诉您鲜水的配方 好啊好啊 谢谢法师 谢谢法师 阿珠啊 给法师上茶呀 上我的黄山毛风啊 是 老太太 您的生辰 是不是阴历的八月二十五 是啊 今天正巧和您生日的吉时暗和 采集今天下午的无根之水定为最好 哎呀 太好了 法师 阿珠啊 你赶快去采茶去 不行 要您亲自去采 这样 我陪您到院子里找找看 啊行行行 老马 来 坐 情况怎么样 到现在为止啊 司堂内没什么大的动静 更没有看见段天露 和孙敏仪的影子 门口的哨兵呢 也松松散散的 好像没有大的异常情况 那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 按我分析 明天是押送老罗这么重要的人物去省城 他们的戒备应该很森严 而且呢 我今天刚打听到 姓段的被关了三天禁闭 他肯定是去不了 难道孙敏仪会亲自出马 如果他要亲自出马 事情可就严重了 你说他会带多少人 这倒不清楚了 这样 还挺麻烦你啊 再打听一下 但是今天啊 你就没法休息了 这个老罗又要紧了 睡什么觉 那我先走 好 但是一定要注意 不能让日日地日 看出一点端年 老马 一天都没吃饭了 好歹也吃一口啊 玉梅呢 我怎么大半天没看见他 慢点 这一排站 今天这就喝了 痛快 我肯定痛快 我知道 今天 一排站跟咱兄弟哥的 阿妈的生路酒 什么上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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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恶狐狐的 还是脑子里有屎啊 明天咱去审庭这一趟 兄弟是凶多的笔少的 说不定 以后再没机会喝酒 你 你小子 别 别搅去 我 小的时候 我奶奶 给我算过 说我 我 我会 逢 逢凶化吉 遇 遇难城墙 明 明天去 去省城 我 肯 肯定 会 会没事 咱 走 咱 接着 喝 还是喝 这回 咱 喝 花的 花的 咱 这败狗子要是搜身可怎么办呀 放心吧 有钱能使鬼推磨 对付他们几个不成问题 嗯 这次送信可不通往次 这关系老罗的姓名 还有你自己的 你呀可千万要小心啊 我知道 如果我今天晚上不回来 一定要把门插好 嗯 放心吧 玉梅 妈掌柜的 你这是要干什么 上山吗 对 我刚才啊 跟踪那个鱼什么牌掌 他跟几个当兵的喝醉了 醉醺醺的说什么 喝什么上路酒 我一琢磨不对呀 可能他们有什么行动 就赶紧来找你了 莫非不会是这鱼牌掌 押送老罗去上城吧 不知道啊 你这个消息太重要了 我得马上通知山省的通知 哎 那我呢 我干点什么 你还有更重要的人物 啊 哎 站住 干什么啊 哎 别开枪 我马家辉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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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干嘛去啊 哎 哎 我啊 这是上后山啊 有几乎人欠我钱 我这是收账 后山也那么远 是是 这您回来的天都亮了 是是是 哎呦 来来来 抽一根 哎呀 哎呦 哎呦 不过我们现在啊 是赚点小钱啊 太不容易了 是 啊 来来来 不过啊 你们也真是很辛苦啊 啊 太辛苦了 啊 行了 那我走了啊 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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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Oppれ 明天一早 他们会将老罗 给他送到神城 啥 这个怎么办 快 到了山间的株林 老马在那儿等我们 走 这天还真冷啊 冬得我这哆嗦 咱们怎么样了呀 你都躲到半夜了 别说了 我看看 别看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不会的 我瞧瞧了 半夜呢 不会的 我看就行了 我想可以 别想了 他们睡着了 不是 还没情况 就是 别看了 被人发现了 那你说他们怎么给睡着了呢 你已经吓死了你 怎么样 发现好的火药拿来了吗 这火药我早就准备好了 好 好 有什么情况没有 还没有了 您就放心吧 马掌柜的不是说了吗 让我们在这儿盯着 求车出来一个时辰以后 没情况 我们才能发信号呢 那你们俩千万千万小心了 我到镇口再去看看 您当心了 您小心啊 慢点 再看一眼啊 别看别看 你说这晚上的他们也扛不住是不是 你居然睡着了你 别抖抖了 您吓死我了 您吓死我了 老马 老马 陈队长 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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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那事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我还听他们说呀 这个段天路啊 被孙炳一关联禁闭 另外呢 押送老罗是那个鱼派长 鱼派长 鱼派长 对 那个饭桶啊 那我们这球车绝对接得下 是啊 我觉得啊 对我们那十几个白狗子啊 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我现在担心呢 万一这孙炳一有后援 或者他先埋伏 那对我们截救车 难度可就大了 老马 没事 我们保卫科有二十多个同志 加上济世 我们全体下山参加营救 截车没问题 太好了 嗯 这样 去省能的路啊 我熟去 我知道有一个特别适合打伏击的地方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 好 走 罗厂长 委屈你了 若不是你太固执 咱们应该在一起 逐酒罚斩论英雄才是 英雄 是英雄还是萧雄 不是你自封的 要用历史来评价 要不是上方有令 真想留你多住几天 好好讨教一下 和我讨教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 和我讨教什么 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李派长 是 路上照顾好罗厂长啊 是 一路走好 出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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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出来了 出镇子了 压着楼的车 出镇子了 只有十几个白钩子压着车呢 陈龙 漏章已经设好 断后的大树也已经报好了机关 好 老赵 让同志们隐蔽好 看我的信号再行动 是 都给我精神点啊 这 这段可是显露 台长 就咱这几个人 要是赤尾杀出来的话 那可就 别 别我胡说 扰 扰乱军心 就 就算是有 护匪 杀出来 也得给我顶住 是 快 跟 跟上 咱们那土炮 舍那么远干什么 根本打不到白狗子嘛 阿贵 咱们这次的目的 不是打白狗子 主要是救了我 这炮一想 怕死的白狗子 势必会照掩护 才能和姥姥拉开距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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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打不打 怎么 你还没给信号啊 你 到 到前面看看 这 怎么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罗长长 打在眼睛就这么过去啊 你们都说话呀 到底打不打 长官 前面有路障 还 还真 真有埋伏 撤 快 快撤 醒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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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罗 老罗 来 当心 当心 慢点 慢点 老罗 老罗 爹还活着太好了 是 又怎么了 老罗 您收拾架 这包畜生 真是连畜生都不如 我说了 连命都不要了 几个指甲算什么呢 不过 这次行动还是太危险了 就是再危险 咱也得救你啊 对 好了 别在这都说了 太危险 赶紧撤 好 那你赶紧回 好 好 来 走 老罗 我来陪你 老罗 来 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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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心 来 上 来 快 保住我 来 快 保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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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班 车 快走 快 走 快 快 走 快 快 快快快慢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泪梦在上两眼 迎着扑来的风浪 我的痛 我的伤 我的头路和胸膛 黎明前 燃烧希望 那是火焰 火焰的速箱 热的水像花一样 为了自由而开放 我爱你 但我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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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